欢迎来到古海道当夫 富贵稳中求财富大自由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行情很不好做 前一阵子的营建涨完了 换金融 金融涨完了换航运 航运这两天又在休息 你会不会这几天你就觉得你赚不到钱 然后股票超不好做的追什么套什么 其实如果你把我的节目看好来 节奏抓好来 今天这种行情 你会不会赚到钱 我们从整个五月来我就告诉你 店员管理来袭 对不对 今天换谁了 今天换励志 换励志了来 这张上礼拜到这礼拜 我都把这四堂拿出来给你看对不对 先是涨了茂达 茂达先充到220 后来换谁 系列 系列到440 450 然后呢 换谁 今天换谁 换励志 今天涨最多的是谁 励志 14块5 28了到282 4月底的低点 4月19号 4月19号台股杀1000点的时候 到那几天你去买励志 你都可以买到260以下 你可以买到最低那大概接近250 如果到今天280 一张3万 所以钱都赚得到 不是赚不到 是你愿不愿意怎么样 去低接 而不是去买当下最热门的 买当下最热门的 你会赚得很辛苦 万一他不去买的时候 大家都有的时候 有没有 来 所以节目一开始 如果你还没有加我赖的 你赶快赖 你赶快看 为什么 如果你有持续在追踪我的赖 这档立志你今天会赚到 因为今天282 今天收282 来 这档你今天会赚到立志 那立志呢 我其实在这段时间 跟着帽达 跟着系列 我都有在我的line 因为我们节目 可能没有办法每天跟你讲 但是如果你天天追踪我 你也知道说 5月我跟你讲最多的就是 AIPC 然后AIPC里面 我首推什么 电源管理IC 所以今天这个盘这么闷 你还是可以赚到立志 OK 节奏就是这样 三档电源管理IC轮涨 对不对 那现在帽达又拉回 那你有去追高帽达 你怎么办 因为你们都知道 帽达我亮给你看 4月19以后 我们大概会买多少 193 对不对 它其实最低不是193 它这一波最低杀到多少 180几 那还是符合我那句话 别人在杀 我们在干嘛 弯腰捡钻石 你不见得是要捡到最低 但是 只要你把节奏抓对了 我说你在低阶 你在低档买 你可以赚大钱 但是如果你要买 现在早上分析师 大家都在讲的股票的时候 人人都知道 人人都知道你要去买 其实你不会赚很多钱 只有人家不敢买的时候 你去买你才会赚很多钱 对不对 那今天的立志 不就大人再来抬交了吗 先抬帽达 再来细利 今天换立志 所以你持续关注我的节目 电源管理IC 这几档你都可以赚到 因为这几档都是我们常常操作 我们胜率都是一项百分百 可以获利下车的族群 还有个股 这四档都是 所以今天如果 你有在270以下 去买立志的 今天你多少都有1万块 让你赚到 所以LINE还没加赶快加 因为我的讯息 我LINE里面 我会有盘中的解盘 你有没有看到密密码吗 我都写得很清楚 我把每一支股票的产业 后面 我都介绍得非常的详细 对不对 前一阵子的帽达 像昨天 礼拜五帽达开完法说了 我是不是告诉你 对不对 法说我也告诉你法说的结果 OK 那但是法说前 大人们就先怎么样 预热法说的行情 那法说完 多数的法说都法说完怎么样 力多出镜 短线力多出镜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200块来减的人 你有差吗 你没差 你会220跟我们一起下车 然后每天盘后之后 盘后还会有盘后的解盘 盘后的解盘 然后同样 我们持续追踪的股票 我们在我们的LINE里面 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会让你知道 然后包括像有些人 你可能没有办法 每天你再准时在这个时间 看我在中视三点半到四点的节目 那没有关系 你把我的LINE订阅起来 你把我的LINE订阅起来 下面这个绿色的 你只要手机拿起来扫 现在照相机 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照 照完上面就会 对不对 照的时候 下面就会出现一个 那个连接到网页的 或者是这个 连接到LINE的 你就把它点进去 点进去它LINE就出现了 你就把它订阅就好了 这个是盘后 然后呢 除了这样 6日我也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看哪个产业 或者这个产业有什么利多 利空 我们也会怎么样 我们会写 写出来让你知道 所以你要每天 不要漏接我的讯息的话 那就不要等 不用等这个时间 一定要锁在电视机前面 看我节目 你只要把我的LINE订阅起来 我们这时间录完的节目 我们一样怎么样 我们就会放在LINE里面 你就会像这样 你会看得到 比如说 今天后面的 这个节目录完 我们把它放到网路上去 对不对 我在LINE贴出来 你只要点进去 你在手机 你就可以拿起来看 你的电脑 也可以拿起来看 如果你们家的电视 可以怎么样 可以订阅 这个YouTube频道的 你也可以从你们家的电视 直接怎么样 来 对不对 订阅我们的YT 你照样怎么样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 还没订阅的 赶快订阅起来 来 我前两天 我想上礼拜 你有看到这一张吗 是不是 细利 涨到 447 那时候的立志 还271 这都是我在节目中 拿出来讲的 有没有 世新这段时间 就是在290 跟300中间 大概就停在这边 如果你手脚够好 光之党世新 你这几天 你差价 2千 3千 你也是可以赚得到 所以 不一定 我一直跟你讲 不一定要去做 现在人人都在讲的族群 最近的三乐就不怎么样 最近的 折叠手机 富士达照例也不怎么样 然后呢 我在一个月前 我就告诉你说 重电股 你大概就只能 5月520之后 你大概看不到高点了 因为政策股 现在总统都当上了 对不对 所以 很多股票的节奏 如果你不清楚 我在line里面都有讲 我在line里面都有讲 OK 好来 这个是5月16号 对不对 我是不是给你秀这一张 所以这一段时间 你不用去做其他股票 就是电源管理IC 从茂达 一路跟我做 系列到 励志 你都可以赚到钱 5月16 这都是在节目上讲的 都在节目上讲 你都可以看到 好 电源管理IC 导播你再帮我放一次 我们再给大家听一次 谢谢 这几家公司 系列以前的股价 都是一两千块的 茂达历史高点是在300块 励志的历史高点在哪里 在一千块 那资新也很高 代表说这些公司 他们现在的股价 都还在相对低点 去年的系列赚1.96 他现在第一季赚0.2 茂达7块 第一季赚2.34 茂达今年有可能会再赚赢去年 那励志呢 第一季赚1.41 去年因为怎么样 一堆库存 他只赚0.3 立志的今年的第一季 就已经赚赢去年一整年了 那获利最好的当然就是智新 智新是第一季是4.41 去年赚17.33 智新今年应该还是会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要讲说 EPS最高的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智新这档个股 你要做IC设计股 我认为全中华民国要投入IC设计股 掌握度最高 我们的出涨胜率都可以维持 百分百的 那就是我 不是说我讲话很臭壁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我建中毕业了 我的高中同学 社团同学 或者我在青大 我大学读青大 我们的同学都在科学园区 大部分都在半导体厂 我们班长在联发科 联发科现在在干嘛 我们大概都很清楚 所以我说今年 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六月有电脑展 黄仁迅又要来了 昨天的回答是不是大涨 昨天的回答大涨 那你看到今天的AI 有没有很强 没有 我已经跟你讲了 因为AI已经怎么样 已经套了一堆人在上面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是觉得很难做 都想要办法怎么样 寻解套 所以上去一堆套老妈呀 那现在什么股票可以做 当然就是筹码很干净了 很多人他可能已经筹码 沉淀一段时间了 不然就是新题材 新题材 像今天低轨卫星 很好啊 今天升达科涨停 对不对 整个科技股里面 你发现现在的亮点变得怎么样 半年前还怎么细光子 CPU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CPU 也越来越不好做了 股价都越来越低了 对不对 一个族群 一个厨群都是这样 凡是被阻力吵过的 一波走完了 后面你也不能再随便低接 因为你看如果你的价差 节奏抓得不够好 你会怎么样很容易在被套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 现在呢 我从去年 其实去年年中我就告诉你说 消费电子跟怎么样 车电 还有跟怎么样 低轨卫星 那你看今天的低轨卫星 圣达科 我们之前带各位做的时候在哪里 140 150 160 现在已经到250了 一档股票 基本上你不要说 你要是可以抱得住 其实一个破断 赚足 对不对 140 150到今天250 那一张也是10万 这个10万的报酬率也很高 就是超过50% 但是低轨卫星 不是只有森达科 因为大家现在焦点都在森达科 各位 低轨卫星呢 我也在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们的辽产业 如果你有订阅我的line 一样你会看得到 导播帮我重播 我列出这几档 为什么我冒昧在里面 因为卫星的发射器里面 其实是需要这个PA 这个族群 然后同心电在里面 是做这个高频的这个模组 森达科做雷达 毫米波相关的这个元件 那另外有台阳跟耀灯 从今天营收来看的话 今年为止 营收是成长的 就是耀灯 那以毛利来讲 最高的是耀灯 第二的是这个森达科 第三是同心电 第四是文帽 第五是台阳 OK 营益率呢 耀灯第一 第二是森达科 第三呢 同心电 第四文帽 第五台阳 获利率第一 也是耀灯 第二呢 森达科 第三同心电 第四文帽 第五台阳 第三季的获利第一是耀灯 第二同心电 第三呢 森达科 第四文帽 第五台阳 好 再来看前三季累积 哇 耀灯第一 同心电第二 森达第三 但是森达的股价还比耀灯活泼 对不对 也比这个同心电活泼 第四是文帽 前三季还是亏的 然后台阳呢 第五 所以它股价最低嘛 来 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看一下 那时候森达科在哪 在哪里 167 167 现在多少 250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我们在中式 我们大概只能讲20几分钟 可是太多东西跟你讲了 我讲不完 那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在哪里 在这边 所以你要 看更多精彩内容 你务必怎么样 LINE你要把它订阅起来 然后YT订阅起来 OK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需要什么样 我觉得你要在股海里面赚钱 你需要比其他投资人 还需要更多怎么样 更多的耐心 你才赚得 你才怎么样 你才能够赚到 比较大波段 比较大笔的钱 其实做什么事情 都要耐心 就好像我从4月到现在 4月底到现在 我不断告诉你说低诡卫星 跟正 我不断告诉你说 AIPC AIPC 台面上很多人都在讲AIPC 但是呢 这么多AIPC里面 你没有一档股票 让你 就老老老实实的 你可以怎么样 低档布局 然后你就赚到 一个破端 还是今天 你一下做这支股票 然后一下做那支股票 自古以来 如果你现在 稍微有点年纪的 你应该都知道 阿玛阿狗 可以考进建宗北女吗 不行 有没有人读 一个月两个月 本来校牌 很后面的 然后读一个月两个月 他就突然就给你考进 建宗北女 没有 通常怎么样 国一国二国三 国一再混 那国二就要开始加油了 别人坐不住 他就要有耐心 他可以坐得住 别人没有办法 耐心坐得住 写平良读书 他就必须要比别人耐心 能够坐得住读书 他有办法考进建宗吗 北女吗 那同样啊 到了大学 你要考台大医科 不要说台大医科 讲医学院就好了 对不对 你要考到台庆教程 那这些同学 也是要比别人怎么样 还有耐心啊 对不对 耐心每天怎么样 照这个时间 时间到就是读书 一样啊 写平良 或者跑去补习 就这样子 熬了两年 两年 一年 三年 然后呢 最后 你才有办法静明一下 所以事实证明 在每个领域里面 你要赚大钱 你都要拿出耐心啊 而不是说现在哪个主流 你就觉得你去追 你就可以赚到钱 你可以赚到钱 但是你不会赚到大钱 大钱都是要怎么样 都要从低档开始布局的 比如说 今天除了 声达 我刚刚有跟你讲过 卫星 低伪线里面还有 怎么样 还有这个 耀灯 你来看一下耀灯的线图 耀灯基本上 耀灯基本上 这半年 走空头 可是呢 这两个月 它其实已经在底部做整理了 什么时候 是这个波段的最低 就是四月嘛 去年 就是上个月四月 两万多 一路杀到一万九 那时候出现怎么样 出现可以让你 挥全打 全力打的甜甜价 可是这个时候 多数人怎么样 你可能有些人 原本手上有耀灯 就跟我上礼拜跟你讲 突然拉两根 涨停的惠特一样 华逊 有没有 众达KY 都是一样 有没有人在那边 曾经用有耀灯的 因为你看到说 声达克好像不错 可是声达克比较贵 你就买耀灯 就耀灯怎么样 反而怎么样破底 可是如果你 这一个多月来 你可以稳稳地报老 今天的耀灯 将近要涨停 到这个价位 等于说把你这边 套牢的全部都吃掉了 所以 所谓真正的获利 都是怎样 都是你需要 像你当初在准备会考 你在准备学测 你在准备联考的时候 是一样的道理 等来的 你要有这个耐心 是不是 所以股票要不要赚钱 很简单 你们都知道这个股价是低 但是有几个愿意在这边 买起来等 你愿意等 这两天的金融 航运跟 这个营界没有涨 你可以赚到 你可以赚到电子股 不是没有 讲到航运 我这几天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你要去看成交占比 从29%上礼拜 到这里到 后来掉到15% 到今天的航运 比重只剩6% 所以没有涨很正常 是不是 但是航运在这种量 才是正常 到20% 30%以上 就不正常 代表大家都跑去买 大家都跑去买的时候 你要期待在上面 要再赚到钱 就有点困难了 所以这个我在之前 我都已经跟你分析 很清楚了 只是你要不要信而已 只是你选择相信我 还是你要选择相信早上 跟着大家一起话修的分析师 好吗 我们现在进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要再持续跟各位讲 几个操作观念 除此之外 还没订阅 利用广告订阅 然后呢 如果 你的操作胜率不高 你希望你的财富曲线 像我们的 每个班这样 我现在IC设计班 我有重新招生 你来跟着我们操作 你的财富可以这样子 一路越来越大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出场胜率要高 不要随便去停损 做对的股票 你的财富自然会越滚越大 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各位 好来 各位 这是这两礼拜最夯的 你看一下 上礼拜最夯的航运 如果你坐在这 华山之巅论武功 不过跟各位讲过 在华山论剑 那是要武功高手 你的武功不够高 你在华山 那很容易怎么样 会出事情 如果你们收督神雕俠女 就知道 红七公跟 这一个欧阳峰 在华山之巅 论武功 论一论两个人 后来怎样 两个人就挂在那 对不对 好来 金融指数也是 各位你是买在这里吗 不是嘛 买在这边的 现在怎么回档 你都没差 因为你买在这 你的成本够低 有没有 买点决定胜率 可是如果你是 上礼拜 上上礼拜在热金融 你才要来去的时候 那你就要留意了嘛 同样道理嘛 华山之巅 跟人家干嘛 论武功嘛 好 营建指数也是 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是买在这里吗 四月初的地震 后你有立刻进场吗 如果没有 那现在营建指数是 怎么样 在这边 现在已经下来 对不对 我来 那你担不担心 它回到原点 所以同样道理 华山之巅论武功 如果你现在 手上有资金 或者你手上 想要换股 你绝对不能换 在这种地方的吗 因为你 你买在这种地方 你换股 再换在这种地方 它可能都随时 给你怎么样 补跌一段 那有没有在这种地方的 当然有 可是买在这种地方 你要一点耐心 买起来等 你愿不愿意 你如果愿意买起来等 我刚跟你讲的 那几档股票 低轨卫星的 你绝对都可以赚到 我们这一个月来 带各位做 电源管理IC 你一定赚得到 对不对 好来 那我昨天 是不是跟你讲 一档股票 高速传输 我们从电源管理IC 赚完电源管理IC 我们开始在赚怎么样 高速传输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创伪 今天的创伪 不管大盘涨跌 它还是稳稳的 有没有看到 这代表干嘛 这代表有人要攻击它了 对不对 主力准备要开始发动了 为什么要开始发动 来你看一下 各位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底部 现在季限就在这边 即将挑战地线 OK 好所以我要跟你讲说 台湾的主心股竞争力 还是在哪里 在科技业 所以如果你要做 你不要看IC设计这段很弱 其实很多IC设计公司 已经开始慢慢怎么样 股价慢慢都蠢蠢运动上来了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这个时候 来跟我做IC设计股 绝对会怎么样 绝对会是在低点 好吗 广告过后 如果你要参加我们IC设计班的话 趁这一波IC设计股的低点 跟我们怎么样 弯腰剪钻石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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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